嗨大家好我是Ryan 又到了跟大家聊信用卡的時間了 上一集替大家介紹了美國運通 在2021年初發出的大紅包之後 受到大家廣泛的回應 相信很多人已經都開始在使用它了 身為美國運通的最大對手 Chase當然要有所反擊啦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要來講一下 Chase做了哪一些的反擊 好啦Chase沒有做反擊 或者是有一些些微的反擊 但是太弱了 說我們沒有辦法錄這一集 那因為這樣子我們這一集要改錄其他的主題 要來幫大家介紹一下2021年度 我覺得在現在你必須要持有的三張卡 在我們開始介紹今天的影片之前 請大家幫我們針對今天的影片按個讚 這樣子YouTube會主動的把我們的影片推播給更多不認識我們的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也歡迎在影片的最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樣子我們有最新的影片都會主動的推播給你喔 這一次我幫大家選了三張 我覺得非常適合新手入門的卡 老手也非常值得持有 因為這些Limitive type offer 其實都非常的好 那第一張就是由弱弱的 Chase推出的 Chase Freedom Flex 這張卡我覺得是疫情發生之後 Chase 少數改版成功的卡 因為它的 加成類別 選得非常的生活化 然後 累積的點數也非常的高 所以新手而言 它可以很簡單的累積多樣化的點數 然後再搭配 UR體系 本身 簡易的兌換功能 所以會讓這張信用卡 是對於新手 最適合持有的卡 首先來複習一下這張卡的一些基本權益 在加成的類別部分 在餐廳消費 你會有 3倍的點數回饋 在 Drugstores 你會有 3倍的點數回饋 然後 其他部分則是 1倍 然後同時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有所謂的 季度 5倍點數回饋 每一季它會選一個類別 讓你在這個類別的消費都有5倍的回饋 然後上限是1500美金的消費 也就是最多你可以拿75塊錢美金的回饋 或者是7500點的點數回饋 這一季的消費類別是 量販店 像是Costco 或者是Streaming Service 像是Netflix 或者是你用來付電信費帳單 像是AT&T的Bill 也可以拿到5倍的回饋 我覺得都是非常非常實用的 那目前為什麼是現在最適合開這張卡的時機呢 因為它的Limitive Time Offer 就是限時開卡禮 直到1月13號就截止了 那這個限時開卡禮是什麼呢 也就是你刷滿500元 你就可以拿到200塊的現金回饋 也就是2萬點的UR 同時 你可以拿到 5倍的點數回饋 在 超市的消費 上限是 12000美金 大家想一下 5倍點數回饋在超市 12000美金 也就是今年你最多可以拿到 5乘以12000 也就是6萬點 光開卡禮你就可以拿到8萬點 也就是800塊美金 是非常非常多的喔 所以對於 家庭主婦啊 家裡的人想要 去超市買比較多一點的東西的 然後或者是想進入信用卡世界的 那這張卡是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入門卡 可以幫助你很快的拿到很多的點數 然後可以開始用這些點數來兌換一些商品 像是Hia的高級住宿啊 像是用來換回台灣的升等啊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使用方式喔 那第2章我們要來介紹的 就是前一集跟大家提到送出 高達1700元美金大紅包的 美國運通的美國運通白金卡 那雖然你現在申辦你沒有辦法拿到這個1700元大紅包 但是我覺得你現在不申辦我認為你未來還是會後悔的 因為美國運通其實表示的非常清楚 他們在2021年主要的任務就是要留客 跟推出更多更好的退額給大家 那如果你現在不申請的話 很有可能你就像去年11月1號之後才申請的人一樣 你沒有提早申請 你在那個時間點申請 所以新推出的退額你都沒有了 那我覺得今年下半年美國運通 應該還是會推出更多的 MX offer 或者是特定的退額 所以如果你不現在先把卡拿下來的話 你未來的部分可能這些退額你又沒有辦法拿囉 所以我認為現在還是一個好的時間拿下來 另一個部分就是這張卡的年費其實有點高 那這個年費值不值得呢 我們等一下會替大家分析 那首先我們來複習一下這張卡的基本權益 這張卡在累積點數的部分 在MX travel裡面可以拿5倍 然後在刷機票的部分可以拿到5倍 然後其他都是1倍 所以在點數回饋的部分其實有點慢 但是 如果你現在申辦的話 其實不見得很慢呢 我們等一下在開卡裡部分也會幫大家提到 然後這張卡的年費我們剛有提到是550元嘛 那我們就來講講退額的部分 這張卡的退額 它有所謂的Airline Credit 也就是每一個 Calendar Year可以拿到200塊 然後所謂 你一個 Membership Year會跨到今年跟2022的年初 所以其實你會拿到兩次的Airline Credit 基本上就是400塊美金 然後同時你會拿到12個月的Uber Credit 也就是200塊美金 這樣子就是200 400 總共加價就是600元美金嘛對不對 你以後我有Sax Credit 每個半年你可以拿50塊 所以三個半年 你可以拿到150塊 剛我們說600加150塊 750元 然後再加上你 最近新增的 PayPal退額 從1月到6月 每個月30 所以總共180元 那這樣加一加 其實你總共可以拿回來的 就有930元了 在你第一個 Membership Year你可以拿回930元 比你付出去的 550元美金 都多 非常非常的多 新增的Benefit 那我覺得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我們剛剛其實有提到這張卡在 就是生活化的消費的累積點數速度 其實是很慢的 這一次 的限時 開卡裡的部分 其實也修正了這個問題 因為限時開卡裡的部分 他除了給你 Public offer 有75K的 Membership Reward以外 然後你透過Car Match 你可以拿到100K 甚至到125K的 開卡裡 同時他加了一個 你可以拿到 10倍的點數回饋 在超市的消費類別 所以就是讓你生活化的點數 可以累積點數累積的很快 然後這個部分你可以 up to 15000美金的消費 所以10倍 15000美金就是你最多 可以拿到 15萬點的點數 這是非常非常多 不過也要你 可以花得到那麼多錢 在超市上面 所以我認為現在 如果不趁著這個 Limitive Tide Offer 申請的話 我認為未來可能會有 一點惡玩 除了有可能新增的 退額跟offer 你有可能沒有辦法 Eligible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 你就沒有這個 生活化的 Benefit 你可以用 這也是我為什麼 現在我認為推薦 大家還是值得 申請這張卡 畢竟你付出去的年費 跟你拿回來的退額 拿回來的退額 已經遠高於你付出去的年費 所以當然值得申請啊 縱使你都不記入 開卡裡的部分 還是遠超過那個價值不是嗎 這張卡他還有個隱藏版的福利 這個隱藏版的福利是他的付卡喔 那我們都知道他可以申請 需要付年費的付卡 就是美國運通的白金付卡 跟不需要付年費的付卡 就是美國運通白金卡的金卡付卡 不需要付 年費的金卡付卡 上限你可以申請99張 那重點是 不需要付年費的金卡付卡 每一張卡都帶有 單獨的Global Entry 100元的退額 那這個退額其實非常的好用 對於家人數量比較多的 假設你一家可能就是 你跟太太 然後還有兩個小孩 你們都想要辦Global Entry 這樣子400元 你光靠一張美國運通的白金卡 就可以幫你解決喔 那這張的付卡權利 其實他沒有寫名 但是目前測出來的Data Point 都是這個樣子 每一張免費的金卡付卡 他都有附帶一個 單獨的Global Entry的退額 那如果有的人或者是申請的人 其實真的可以好好利用這個福利 最後我們要來幫大家介紹的一張卡 其實他不是信用卡 他是 Cash App 推出的 Debit Card 那這個我最近非常非常的常用 我也非常的喜歡 首先來簡單介紹一下 Cash App Cash App是由美國 知名的 支付公司 Square 所設計的一個App 那他就是一個像是 Mobile Payment App 你可以用來付款給你朋友啊 你可以用來付款給商家啊 你可以用來買股票啊 買Bitcoin啊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像是 電子錢包嗎 可以這樣講嗎 Maybe 對不對 那 同時他讓你可以申請像是這一種 客製化的 Debit Card 上面可以 你可以自己花一些你想要的話的圖案 那我覺得蠻可愛的 也是把妹神器喔 像上次我去 Costco就有 結帳的櫃台妹妹就問我說 欸 你這張卡好可愛喔 這是什麼東西 你可以跟我講一下 我們就開始聊起來 就開始跟他介紹 好好好 重點不是 不是說卡面多漂亮這件事情 重點是我覺得這張卡是我最近 我有統計過應該是我這一兩個月用的最頻繁的一張卡 雖然他沒有點數回饋 但是他有一個東西叫做 Cash Boost Cash Boost 基本上就是你用這張卡消費 他會給你在某些類別上面 給你10%15%的現金回饋 而且是馬上扣掉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用 他的使用的方式非常的簡單 就是你拿這張Debit Card 然後你就出去各個地方消費 然後消費如果你有把那個Boost 加在你這張卡上面 你就會拿到等額的現金回饋 就是他馬上從你消費的金額裡面扣掉 那我是覺得還蠻簡單的 然後你要怎麼存錢進這個錢包裡面呢 就是你從你的 銀行裡面可能轉一些錢進去 我建議大家對於這種電子支付錢包 不要放太多錢啦 因為可能 大家會有安全性的考量嘛 像我自己裡面就是放個 100塊200塊之類的 然後 有消費 用完的時候再把再轉錢進去 他的消費類別我真的覺得都還蠻好的 大家可以從螢幕上面看到 就是 像是你看我很多餐飲都是15%的回饋啊 然後還有 我有很多像是去Costco啊 我會去Costco買 因為Costco他是算在 Grosser Store的類別 他Grosser Store都會有10倍的消費回饋 所以我都會跑去Costco那邊就是買油卡 然後就去拿去Costco加油 省上加省 所以非常的划算 然後餐飲的15%的回饋 我也覺得很好用 然後另一個我覺得蠻好用的是 你去 USPS Store的話 他也會有 20%的回饋 所以你可以去USPS Store 就是美國的郵局 買一些的 Gift Card 然後像是你可以去美國 因為美國郵局買Gift Card 你不能用 Credit Card 但是你可以用Debit Card 所以這個的話你就可以去買 像是Netflix的 Gift Card 像是Apple Store的Gift Card 然後存起來自己 未來可以慢慢的用 我覺得都還蠻好的 他的那個Cash Boost 基本上有非常非常多的類別可以用 像是我整理的 有USPS 的20%回饋 然後餐廳的15%回饋 Grosser Store包含了 Costco的10%回饋 然後Trader Joe's有10%回饋 然後Walgreens有15%回饋 然後麥當勞有15%回饋 Walmart有15%回饋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10%到15%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他常常有一些特別的促銷 你可以來用的 所以我覺得他非常適合日常生活的消費 然後你就可以拿這個搭配Cash Boost 來消費 消費完拿了現金回饋以後 如果這個類別可能要等個幾天你才可以用 你就可以回去用你的信用卡 所以我覺得搭配起來使用還蠻好的 這是我覺得蠻適合大家持有的一張卡 雖然他不是點數回饋卡 可是因為他的現金回饋比例實在是太高了 10%到20%之間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在現在可能疫情底下大家也不想累積太多點數 混合一起使用 一部分拿現金回饋 一部分拿點數讓未來可以旅遊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兩手策略 那今天幫大家介紹了三個不一樣種類的卡 可能適合新手的UR卡 然後高額現金回饋的Cash App 然後跟福利非常好的AMX高階的白金卡 然後這三張卡我都覺得非常值得大家還沒有入手的 趕快把它入手 這一集就幫大家錄到這邊了 如果大家想跟我們一樣花更少 非更好的話 一定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樣子我們有新的信用卡影片 里程之交學知識都會主動的推播給你喔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